朱景洪在开花以后应该怎样管理呢? 当开完花以后,怎样让她的种球快速服装呢? 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朱景洪品种繁多,开花非常的漂亮 每年的穿天就是她的自然花期,也是开花最多的季节 在这段时间,欢迎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家里面的朱景洪在开完花以后,种球萎缩得特别的厉害 问我能不能现在给她换盆 或者是怎样让她的种球快速的服装 今天我就讲解一下朱景洪在花期应该怎样管理 以及花后的服装方法 为了防止在开花以后,种球萎缩得比较快 当她的花件长出来以后 只要不是刚刚种下去,还没有长根的新种球 就要近期给她施肥 肥料可以用花多多1号和花多多2号轮流交替使用 施肥的浓度为千万之一,在需要浇水的时候随水释入 因为她在长花件期间,养分消耗得特别的快 要是没有给她施肥,或者是肥料使用的不够 那么花件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完全来自于种球 这样在开花以后,种球就会萎缩得特别的快 但是那些刚种下去,还没有长根的就不需要施肥了 不管是土株也好,还是羊株也好 当她所有的花苞已经打开时,就可以停止施肥了 因为在开花以后,还要继续施肥的话 就会让她的花期锁短 再就是,为了延长开花的时间 在开花以后,光照不能过强 最好是把它放在通风好明亮处养护 如果是光照过于强烈,或者是碰到大风和下雨的天气 那么她开花的时间就会锁短 还有就是,像这一些开花的残花就需要及时地给她剪掉 因为在花苞的下面就是她的种子 要是她自己受粉成功,又没有及时地剪掉 也会浪费她的养分 就这样从这里把它折断就可以了 只要是她的种子没有了 当开完花以后,花键上面的养分就会回流到种球 也有的花友喜欢在开完花以后 直接把花键从这里给它剪断 但是在剪完以后需要特别的注意 避免下雨,或者在浇水的时候 油水从这里流下去 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种球的腐烂 所以,我还是建议当开完花以后 从这里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当她的种子没有了以后 她花键上面的养分就会回流到种球 它的键杆,用不了多久就会发黄,萎缩 等干枯以后,直接把它拽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在花后应该怎样管理 不管是有根的也好,还是没有根的也好 当开完花以后,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 只是干系发达的,管理好的会轻一点 而那些没有根的,或者是缺肥的 萎缩的会严重一点 想让花后的种球快速的腐状长得再大一点 那么在开完花以后,就要及时的给它调整 比如说,一个是尽快的给它增加光照 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再一个就是,要尽快的给它施肥 肥料可以用花多多12号再配合缓施肥 施肥的频率为每隔10到15天使用一次 花多多12号在稀释以后可以直接灌根 缓施肥,不管是花钱还是花后都可以使用 直接撒在盆土的表面 大概每两个月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再就是,有的花有关心 在开完花以后,能不能够直接给它换盆 或者是什么时间给它换盆 朱景宏最好是每隔两年的时间给它换盆一次 在开完花以后,如果种球萎缩的特别的厉害 那么不建议换盆 除非你是原土球换盆,并没有损伤到它的根系 在换土的时候,要求疏松,透气,不能板结 要是种球萎缩的比较厉害 那么建议先养一段时间再换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番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